3月1日至4月5日 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176455例 波及29个省 总体上呈现出流行范围广 规模性疫情与散发疫情交织 外疫病例及续发疫情多发等特点 3月中旬以来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实 此前疫情最为严重的五个省中 广东 山东 河北等呈现出向好的趋势 但上海和吉林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 上海市疫情处于高峰期 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9万例 发生了较多的社区传播 并万一到多省多市 防控疫情 防控的形势非常严峻 吉林省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6万例 长春市疫情持续进展 仍处于高位 吉林市主城区疫情波动下降 从多地疫情有效控制 证明从严 从紧 采取隔离 管控 封控 筛查等核心的措施 在应对 奥密克隆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疫情方面 依然是有效 是科学必要的 可以实现动态听灵的既定目标 커�备 露振 系统